好,最後一位,林大輝 多謝主席 主席,我對這次兩電的減複和局長的解釋 我是十分之不滿的 主席,如果不是我認識局長 我聽局長的解釋,還以為他是兩電的團隊成員 局長,你作為一個環境局長 你環保的工作做得好不好,認不認真 我不想妄下判斷 但我認為你在監管兩電的收費,我覺得工作做得不夠 無他,我可能你是不明白市民的辛苦 你不了解市民的期望 不過我希望局長你必須要明白 作為局長必須以市民的利益福祉為依歸 就不是以兩電的利潤為依歸去護航的 這個可能和你的生活習慣或者方式 和一般的中下階層市民不同 老實說,你可能住劏房也不需要開冷氣 但你感受不到市民在電費的支出和辛苦的 老實說,全部人都知道的,全世界都知道的了 那個油價、煤價 原油價是下降的 那個油價由100元一桶跌到40元一桶 是破了七年最新低的 那個煤價也都跌到九年最新低的 全部人都知道呢,那個燃油價跌低的 所有市民沒有想著呢,這樣跌法呢 那個減幅都是1%的 那麼兩電就說,因為油價浮動 所以呢,就是減這麼少而已 那麼你又接受的喔 他提出說,本來不加不減的 你又接受,在這個基礎上我跟他爭取 所以減1%你就接受的 老實說,稍微有些正義感,有些膽識 都拍桌罵他啦 不加不減都提出的,燃油價跌都這麼低 對不對? 那麼剛才李翔說你的 那個談判極有差的 我不想網上判斷 可能你感受不到中下階層的辛苦而已 所以你沒有切夫之道不去爭取而已 老實說,兩電今年採購的燃油 一定是少了很多錢的 他把這個燃料費 就放在那個燃料漲裡備用 就不用來減電費的 你這個作為一個正義感的局長 都應該出聲不可能這樣做的啦 為什麼要放這麼多備用呢? 先解決了民生的問題,讓市民享受了先啦 你這幾天下去旺角看一下 看旺角的鞋商怎樣減波霞的定價 手機商怎樣減手機費 他都知道市場是需要減價的嘛 市民有期望的嘛 那你有沒有問一問他們 減了價之下,明年是不是賺少了? 你知不知道賺少了多少? 我局長想問一問兩電 減了價之後,他們明年的利潤是怎樣? 你同不同意他們的利潤? 老實說,他們兩電經常說不遺餘力去控制成本 其實他們更加不遺餘力去控制利潤 你知道嗎? 我希望通過局長問一問兩電 明年的利潤是怎樣的? 明年的利潤是怎樣的? 呃... 今次是不是先給兩電? 廣燈 我要局長問,因為局長要監督他 局長問有力點 那你問了直接比你叫我叫局長 好啦,我尊重主席 多謝 講燈吧 多謝主席,也多謝林議員的提問 首先那個燃料調整費的問題 我想我們答過很多次 那個傑儀也都答過很多次 我問過利潤,不是利潤 利潤是 明年預計利潤和今年利潤相差多少百分比? 相約 兩年的利潤相約 因為我們那個資產值是沒有... 你說利潤銀碼相約,只是百分比相約 盈利率的相約 銀碼相約,百分比也相約 嗯 中田,麻煩 呃... 呃... 主席,我們不可以預測利潤的 不過我們想提出一點就是 我們除了說在2016年會議減價之外 我們今年年中也做過一個回購的 每道電是回購八個席 好,就這個議程結束了 多謝局長和兩電出席今天的會議